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介绍里 主要把重心放在了what and why上面 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了海外的电影学院 并历清了学习电影的原因 如果你到现在还是很坚定的 想要申请电影学院 那么就请跟随着我们的步伐继续 探索接下来这一大的章节 好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加州电影人课堂 我是谭老师 那么我们今天还是一样 先宏观的来看看 申请美国的电影学院 我们具体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为什么单说美国呢 因为美国的申请材料要求内容最多 比英国或者其他国家要多出非常多 我在最后会讲一下 如果你打算申请的是英国的电影学院 那么你只需要把重心 聚焦在哪几个点上 申请材料肯定是因学校而异的 它不像国内的大学 有统一的考试或者标准 所以如果要看非常详细的申请要求 需要登陆学校的官网查询 我们之前收的一对一学生 我都会根据他们的申请学校名单 找出每一个学校这个专业 对应的申请材料要求 然后再根据这些申请材料 去规划课程和作品级的筹备顺序 你们也可以这样做 后面的课程我们会讲到 应该以怎样的顺序 去筹备这些作品 可以少走弯路 那我们言归正传 在总结了全美前25的电影学院的申请要求后 我们把这些材料分为以下三类 分别是学术类 专业作品类和个人背景类 第一是学术类 这一项是标准化考试的成绩 每个学校都会有一个最低的分数要求 这里面包含语言类考试 比如亚斯托弗的成绩 高中或大学的成绩单 如果你是申请本科 那通常还需要考ICT 学术类的材料属于硬性要求 它们有非常明确的分数线 所以目标也是十分清晰的 当然它们在官网上公布的是最低分数要求 这个要求不一定等同于它们录取的中位数 所以如果你想申请的是Top10的电影学院 它们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硬性要求这一块往往也会被拉高 所以针对这部分同学 我们给一个分数建议 亚斯7分以上 除了哥大要求7.5加 或者托福100以上 CPA3.5以上 达到这几个硬性要求 这一块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也不用再一直死磕 比如你的托福成绩已经有105了 没必要非得考到110 这两分数差对于你录取与否 影响就并不大了 那么 达不到我上面说的这几个要求的同学 是不是就要放弃呢 也不是 只要你满足了官网上的最低要求 比如一般GPA它们只会写3.0以上 只要过了这个线 它们都会考虑你的 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这里缺一点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其他项目上补回来 再提示一个tips 语言的标准化考试 大家是有多种选择的 雅斯托福如果实在太困难 可以试一下其他的 像PTE 只要学校接收它的成绩 效果都是一样的 第二类就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作品集了 很多同学在申请之初会认为 作品集就是短片 其实短片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标准化的考试和个人背景类的准备材料 每个学校虽然都有自己的要求 但是整体大差不差都是那些东西 但是作品集不同的学校的差异真的非常大 所以每多申请一个学校 是增加了你的陆续几率没错 你付出的时间也会多不少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我们还是把作品集这一块的要求进行了分类 其中需要拍摄的约占30% 非拍摄类的作品约占70% 非拍摄类的作品中呢 剧作类约占50% 非剧作类占另外50% 需要拍摄的很好理解 一般就是自己的短片 对于大多数学校准备一部5分钟的剧情片就足够了 但是有些学校会允许提交多部短片 还有些学校会要求提交专门的命题短片 比如插板的不允许本人出现的自我介绍短片 这些可能就需要另外拍摄了 非拍摄类的作品占比差不多高达70% 这个部分都是通过写作完成的 大家不要想到英语写作就很可怕 虽然对于出国留学英文很重要 但是这一部分考察的并不主要是你的英文水平 而是你讲故事的能力 而且这个不是考试 给了你这么长时间去准备 就是给了你修改的时间的 英语是最好修改的一部分 所以不用太担心 那么我提到的剧作类 就是只跟screenwriting剧本写作相关的 这里通常包含了长篇电影的treatment 短片的剧本 短片的单个场景剧本 人物间的对话 故事的写作等等 不难看出这一部分的专业要求是很高的 后面的课程里我们会逐个细讲 从故事结构到剧本合适 相信我 听完以后 你们一定会对这一块内容非常清晰 除了剧作相关的呢 还有一部分写作就是跟你个人相关的 学校通常会出一个命题 要你写出自己的真实故事和想法 比如transformational moment 你人生转变性的时刻 collaboration or leadership experience 合作和领导他人的经历 incident in your life 你生命中发生的特别事件等等 这一部分的题目呢 跟剧作类的一样 其实都是在考察你讲故事的能力 但是不同之处在于 这一部分是nonfiction的 是真实的 所以他们也会通过这些故事 来了解你这个人 所以在这些题目里 你需要尽可能的展现自己的personality 我们马上要讲到的个人背景类 比如文书 就需要跟这一类作品 一起全方位立体地展现你这个人 我之前说到 中介的文书问题和作品集经常脱节 也主要出现在这一块 你不能在不同的文章里 写出来的东西是矛盾的 同样也不应该是重复的 每一个作品都是你表达自己的机会 刚刚讲的作品集这一类呢 也是我们这套课程的重心 现在我们只是说一个概览 算是课程的objective 介绍我们会学哪些东西 但是大家不用被这个吓到 虽然量不小 但是同时我们的准备时间也很充分 所有这些材料我们都会一一拆解 告诉你怎么去写 怎么去表达自己 这些作品集要求主要是针对 film production directing producing screenwriting这种专业的 因为他们的申请材料会相对多一些 如果你申请的是偏技术类的 比如说摄影剪辑 那么通常会要求提交自己的reel 过去的作品集结 写作的要求就会相对少一些 好 接下来是第三类 个人背景类 中介一般说的背景提升 提升的就是这一块 这其中包括 PS personal statement 个人陈述 resume 简历 recommendation letters 推荐信 这些内容属于可以被包装的一块 所以你怎么写就很重要了 其中PS可以参考上面 非剧作类文书的写法 简历呢 我们后面会讲标准的格式 以及怎样突出你的工作能力 但是这些一定得是真实存在的 我不建议任何一个申请人造假 不能说没有实习过 然后胡编 这如果被发现了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不值得这么做 得不偿失 所以 比如说你现在大一大二 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去找一些实习 以后丰富自己的简历 因为如果等到后期 你继续要准备作品 又需要准备考试 那些又是应习要求 那这种弹性的要求 可能就会被搁置了 但是丰富的工作经验 对于任何专业和学校 都是非常加分的 不止对简历有帮助 通过这些工作经历 你能写的个人故事 你的推荐信 包括你面试时能谈的东西 都会丰富且实在很多 这也是中国的留学生 比较缺乏的一项 因为国内大多是应届生 直接申请研究生 但外国人呢 一般都是工作后在申请的 他们的工作经历就会多不少 所以有机会遭实习 最后就是推荐信 这个其实不太需要你自己筹备 但是你需要自己挑选推荐人 并且提前跟他们沟通好你的需求 一般学校会要求两到三封推荐信 那么他们最好是能展现你不同的能力 工作和学习上的都得有 推荐人不需要是多厉害 多了不起的大人物 但是他一定要很了解你 能够通过具体的事情 输出你的优点 而不是泛泛而谈 当然在这个条件下 你还能找到说得上名的大人物 那肯定更好 OK 综上就是我们整理出来的 申请美国电影学院所需的材料 那如果你申请的是英国的呢 学术类和个人背景类的要求都差不多 但是作品类 大多数院校都只要求一部短片 或者非常少量的写作 所以短片的制作就成了重中之重 为了拍好短片呢 你还是得去了解剧作 了解拍摄 它提交内容少 但是不代表他们不考量这些东西 如果你刚开始下定决心 申请海外的电影学院 相信这堂课可以让你有个初步的概念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自己要做哪些努力 但是不用担心 我们会手把手带你走完这条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